2021年4月28日,日本大阪府大东市的单身公寓三楼,突然传来了一声女性凄厉的尖叫。 警方破门后发现一名年轻女性面趴地,身上有多处刀刺伤倒卧血泼中。 正当警方还被当前景象下的惊魂未定时,案发现场楼下二楼公寓里,传来了爆炸声响后发生了火灾,里头发现一名男性遗体。 这单身公寓里一男一女同时间的意外死亡,难道只是巧合?当中有何关联性?警方立即展开调查。 大家好我是哈纳口,欢迎来到花子事件部,今天来跟大家说一起离奇命案。 单身公寓里三楼的女子命案,和二楼同时间的火灾后男子的怪死,两者怎么看都怎么不单纯。 都是女大生命案。 住在该案发公寓三楼的是一位大阪产业大学的大四女学生,当年21岁的吉刚淘七。 因为该公寓不行到她就读的大阪产业大学,只需13分钟左右,非常适合还未完全有经济能力的大学生乘租,吉刚淘七也就选择她成为落脚处。 吉刚因为性格开朗,所以交友关系也很广泛,是被同伴们仰慕的对象。 同时也因为她开朗的个性被选为该大学男子足球部的经理,可以说是学校中相当受欢迎的风银人物。 跟现在日本年轻人一样,吉刚淘七喜欢在Instagram上分享自己的日常琐事。 从她频繁的更新IG可以明显看出,她的生活每天是多么得多采多姿,慢慢的吉刚的Instagram跟随着也超过2000人。 而在她IG的发文中,有被认为是好友私人组的成员。 总是可以看到,她跟着四个朋友到处旅行或享用美食的照片。 独自租屋生活的吉刚淘七的房间,是她和大学朋友们聚集的场所。 她经常和朋友们一起举办家庭聚会或一起开派对,但这一切都已变成了泡影。 2021年4月28日上午7点左右,警方接到大东市谷川公寓的110报警称,听到女性的叫声。 当时公寓周边的居民一片哗然,甚至有好多人听到了吉刚的呼叫声喊着妈妈妈妈。 警察赶到现场后,发现吉刚淘七趴倒在地上倒过血泊中。 她的身上有数十处被殴打或被刺的伤痕,死因是后脑粉碎性骨折,以及左大腿动脉被切断导致失血过多而亡。 在现场发现了用电线,将菜刀绑在长约60厘米的木棍上的自制刀线,以及被认为是吉刚淘七的沾有血液的撬棍等凶器。 就在当时警方惊魂未定,伴随着周边居民的一片惊恶中,楼下的二楼公寓突然传来爆炸声,随后燃起了大火,火是虽在约一个半小时后被扑灭。 但一名疑似该房二楼住户的男性遗体被发现。 男性死者是40多岁的家本物,他出生于岛根县初云市。 在当地从事续产相关工作后移居大阪。 事件当时他在大阪的一间派遣公司当职员,他于事件约五年前的2016年入住该地。 一开始警方虽然怀疑两案件的关联性,但两死者生前并不认识。 且一个是学生,一个是某公司资深社员生活,可以说是毫无交集。 而命案当事人吉刚淘漆生前交友广阔,警方也没有排除他身边众多有人涉案的可能性。 随后警方发现三楼吉刚淘漆的房间和二楼家本物房间阳台上有挂着的梯子。 起初警方以为这是公寓未灾害或火灾所安装的避难设备。 但今调查这梯子并不是公寓里标配的东西,是价格约在一万日元以上的避难用市售商品。 而证据一个一个浮出水面,有目击者称事件发生之前,该二楼男子家本物用梯子爬上阳台,再从吉刚淘漆的房间回到自己房间的阳台的样子。 他被附近居民目击时精神恍惚,警方在更一步调查后发现,按发现场的凶器沾了家本物的指纹,且吉刚淘漆阳台的玻璃窗被打碎。 警方认为是家本物用梯子从阳台侵入室内,杀害了正值青春年华的吉刚淘漆,再从后阳台的梯子回到自己的房间,后男子用汽油纵火自尽。 案情到这里可以说是水落石出,但令人想不透的是,为何生活毫无交集的两人会有如此深的仇恨? 从吉刚淘漆一体的受损程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让人怀疑这怨恨不是一两天累积造成的。 从吉刚就读的大阪产业大学,到自己家步行13分钟左右。 而没有钱的大学生们,通常借由宅居饮食便宜的凑合在一起,所以在离家近的吉刚淘漆的家里,就经常会有好几个人聚在一起喝酒。 因为吉刚性格开朗,所以交友关系也很广泛。 而相对于家本物平日枯燥乏味的单调上班族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因此有此一说,家本物因嫉妒吉刚淘漆多彩多姿的生活,所以才会引发成此事件。 从吉刚淘漆的Instagram可以看出,他几乎每天放学都呼朋影伴过着欢乐的生活,也就是日本人口中的巴黎师生活。 他IG中有被认为是好朋友四人组的成员,也常一起去旅行。 吉刚淘漆平日把朋友叫到自己家里吃喝玩乐,已是稀松平常的事,经常吵吵嚷嚷的。 在这样的噪音持续下去的话,附近的居民当然也会焦躁不安。 根据已经从案发现场的公寓来出去的原居民桌子,在那总是能听到不断的欢笑声。 甚至到晚上10点左右,也经常能听到女孩们大声的谈话和笑声。 不遵守礼仪的吉刚淘漆是一个噪音女孩,即使在狭小的房间里, 她甚至会为了想在IG上发一些引人注意的帖子而大声喧哗。 被认为是凶手的家本物,在吉刚淘漆的杀人事件发生后, 在案发现场正下方的自己的房间里撒上没有放火,最后因急性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 从情况来看,家本物有可能是有计划自杀的,但最后没有发现遗书。 被认为是凶手的家本物,在吉刚淘漆遇害事件发生之前的2021年4月上旬, 也曾与住在隔壁房间的20多岁男性发生了噪音纠纷。 从对方证则可以推测出,家本物对细小的声音也有过度的反应。 根据这些信息,网络上有人指出,家本物因统合失调症等引起的幻听等而产生了噪音被害妄想症, 这很有可能是犯罪动机。 据说这名20多岁的男性也曾向警方咨询过,因为对家本物的奇怪行为感到恐惧。 在吉刚淘漆被杀害的事件发生的约一周前,就搬出了该公寓。 这事件在日本SNS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最后出现了两极的看法。 许多人甚至开始检讨被害人吉刚淘漆,在日本不喜欢给别人带来麻烦的大社会习惯中。 吉刚淘漆的噪音确实给家本物带来了困扰,也给其他居民带来了困扰。 但或许家本物对噪音确实有过度的反应,或者说家本有心理疾病,最后才造成了这不幸的事件发生。 大家对这事件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那今天的事件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会喜欢。 也别忘了按赞跟订阅我哦,我们下次见啦。